落魄的男人回到家里 迫不及待点击几个按钮 他已经失业了很长时间 福利也在2月17号过期 即使可以一直拨打电话 但女人实在无能为力 这是1999年 福斯没有抱怨和愤怒 把能卖掉的装进纸盒 经过一阵思想斗争 就连珍贵的手表也不例外 他实在太需要钱了 时代发展并不能保证就业 福斯只是被淘汰的其中之一 他带着这些来到古玩店 盒子里的东西不算多 福斯希望能卖个好价钱 店主却只得出50美元 他无法接受这个价格 比尔提醒其他地方 也不会得到更多 福斯需要追加5美元 比尔同意这个价格后问道 还有别的吗 但他只剩下充满痛苦的内心 比尔露出饶有兴趣的样子 这里确实能说过一些特别的东西 两人来到隐蔽的房间 这是一台提取装置 可以租借人们的记忆 在富人里非常流行 提取过程很简单 只要扫描受试者的记忆 将他们复制到计算机上 比如滑雪者对比赛的记忆 可以体验到他的感受 完整回味其中的乐趣 但复制记忆并不完美 多次使用会变得模糊 直到这段记忆完全消失 所以有人开发了更强烈的体验 用电子化的方式切开记忆 不管是一个小时还是一年 都可以存储使用 这种经历相当痛苦 同时也是非法的 福斯好奇能得到多少 比尔表示要看其他人需要什么 取决于记忆的有趣程度 最终福斯决定考虑一下 比尔提醒好好回想 自己到底做过哪些事 这样能卖出更好的价钱 福斯听完静止离开 他刚回到家门口 屏幕里出现画面 这是第三次提醒 房租是每个月的第一天 今天已经是6号 如果明天再收不到房租 他就会被赶出公寓 简短的通知完毕 福斯烦闷地回到家中 晚餐只做了一碗面糊 尝了一口味道不错 刚转身没一会 柜子上的蟑螂掉进碗里 福斯回来直接傻眼 那活蹦乱跳的样子 压倒了最后一根稻草 此时福斯再次来到古玩店 比尔露出诡异的笑容 他刚好收到非常好的报价 有人在收集高中毕业证书 一段记忆在眼前浮现 校长在台上颁发着文凭 还附赠了一块手表 为了表彰福斯领导筹款活动 那是很久以前的记忆 福斯从痛苦中醒来 比尔为他卸下提取装置 这是一次完美转移 福斯没感觉有什么不同 但记忆出现很小的缺口 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之间的 所有事情 也才不过十二个小时 他变得更有钱了 福斯没从提取中缓过神来 比尔还期待着下次交易 可他已经不想再有下一次了 这只是迫不得已的办法 作为成功的过渡期 回到狭窄的公寓 福斯一次性付清了房租 他还想关门时 男人表示 下个月会有新政策 许多赞助者会经过这里 他们需要多付几个月房租 福斯根本没有那么多钱 男人可管不了那么多 不然下次再回到家里 这间公寓就会租给别人了 福斯无奈继续交钱 他还想再问问工作的事情 女人表示 所在地区没有空缺 有的话会有通知 随后关闭了屏幕 而他的钱已经所剩不多 翻阅着以前的相册 福斯露出痛苦的表情 他实在记不起来这些事情 但也只能再次来到古玩店 这次需要生日礼物 在星星点点闪烁间 母亲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 那是五岁的生日记忆 但这还完全不够 一个女孩出现在眼前 这是她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曾经约定永不忘记 可她却已经失去这段记忆 女人再次出现在屏幕上 有一份修理场的工作 记录表明福斯符合要求 但需要回答几个严格的问题 比如在拿索高中毕业 福斯很快回答出来 但问到学了什么专业时 她的表情渐渐难看起来 正想仔细思考一番 女人直接给出了答案 福特连忙表示没错 自己就是工程人员 女人提醒时间很紧 并询问在该领域的大学培训情况 福斯刚想开口回答 却怎么都说不出来 女人得不到详细信息 证明她还没准备好工作 即使福斯连连摇头 女人还是结束了这次面试 现在的失业率是32% 很多申请者都在寻找这份工作 请再重新提交就业申请 福斯终于绷不住了 此时她又来到了古玩店 比尔刚和一位富人完成交易 原来她不止夺取自己的记忆 富人拿完钱哽咽地离开 比尔并不介意让她知道 生意人要的就是数量和多样性 不然没法应对市场的波动 她还想转身离开 比尔不由嘲讽省省吧 即使福斯现在离开 每过几天还是会回来 比尔已经吃定了这一点 福斯猛然回头盯着她 她回来只因为面包要五美元一条 但只有在黑市里加价才能买到 正是因为比尔这种人在操控 还说什么价格合理 这对记忆来说远远不够 凭什么一分钟值五分钱 凭什么一小时一美元 选择权一直在她的手上 比尔并没有逼迫交易 福斯承认是自己做的 他缓缓走上前询问今天的记忆 但比尔却摇了摇头 他今天只买一件东西 那就是第一次打扑克的记忆 福斯惊恶地连连摇头拒绝 比尔会出一个很高的价格 不想交易就尽快离开 福斯脑海浮现出那一次 女孩情意绵绵地坐在车上 她还是选择了交易 那曾是多么美好的时光 女孩想听到福斯说爱她 在得到想要的回答后 她整个身体缓缓靠近过来 福斯回忆着无限情意 此时记忆提取完成 可她并不想那么快结束 比尔让她拿上钱离开 她才从回忆里出来 就在上传数据时 福斯看到了计算机的光点 那段记忆就在里面 比尔警告不要触碰 福斯却满脸苦笑 曾说过 要永远记得第一次见面 现在却毁掉了誓言 比尔以为她想重温回忆 但福斯要的是再次拥有 她要女孩回到属于她的地方 比尔还想取出盒子的手枪 不料被福斯抢先一步夺走 漆黑的枪口将她瞄准 比尔解释 记忆已经不在这里 但福斯完全听不进去 她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 现在只想要一种生活 重新成为完整的人 随即把子弹上膛 比尔无奈表示 只有一种方法 但却并不完美 福斯癫狂地笑了起来 此时她穿着西装 坐在屏幕前 女人收到了新的申请 拥有非常专业的打字技能 工作目标 增加了一些其他职业 她在哪里学会打字的 福斯琉璃回答大学毕业 紧接着到了高中毕业 然后又在另一所高中毕业 女人刚想提出疑问 她又说起五岁生日的事情 还有着两个孩子 做过翻译和秘书 能够琉璃说出德语 福斯脱口而出拼凑的梦想 那是些被偷走的记忆 现在全集合在一个人身上 成为了一位阴阳魔界特殊的居民